少爹 嗨 大家好 然后 嗯 今天录的就是华来式特辑 然后在录之前我先说一下 就是 我上个视频就是加快 然后大家说想看不加快版的 然后我以后都做一个是正常说话版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加快 然后加那个背景音乐的 然后上一次背景音乐也很多人问 然后以后我都那个背景音乐 那个写在那个简介里 然后很多人问我微博是什么 然后我那个微博就是用来刷热搜 然后转发根本抽不到的那个抽奖活动 所以我建议还是在一下微信号 微信号底下也写在那个简介上 然后先吃了 每一次录视频都是急急忙忙 从外面回来很热 但是又怕这个冷掉 所以有点热 然后今天吃的是那个 因为今天那个周三周四 然后华来是那个 有那个半价套餐 然后是一个汉堡一个鸡肉卷 一份薯条加两串赤 加一杯可乐是18块 然后这个鸡肉是我另外点的16块钱 然后这是汉堡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要一點呢 要多少 他 like 這些 吃的話 都好像比较辣一點 我發現它漢堡裡面只有肉和一點沙拉醬還是什麼醬 沒有那個菜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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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是嗎 是 還 Ö 先吃一口 鯛 我怕它很容易 你多吃過 然後這個蹄子 就最近微博不是都說那個什麼葡萄什麼都是帶皮帶子吃下去比較好 然後都這樣吃 吃更自然 西樓跟我想像中有點不大一樣 我以為就是那種 那種小一點的細一點的 我們想像是這種 外面有好像有麵包坑嗎這是 它裡面的肉挺嫩的 但是我覺得對我來說好像可能是剛才那個漢堡有點辣 然後這個就是嚐起來有點沒有味道 不知道為什麼 還有上一次我不是本來說可能是最後一次了嗎 我上一次 就傳視頻的時候去看之前的大陸我是真的被傷心到 因為怎麼說呢 就是那個人他一次性發了二十幾條 全部都是我感覺是有點惡意的評論 其實大家吐槽的話我 我都有看啊 就是說我覺得他能接受啊 可是他這樣子發二十幾條 我真的覺得太過分了 就是惡意的 過來黑我還是怎樣 就是打擊我讓我不要露了 嗯還是我像鳳姐 我覺得還是不是很像吧 然後我就把它給屏蔽了 然後舉報了 然後吃這個 這個有一點點冷掉了 嗯 我想問大家大家吃這個都怎麼吃 還是這樣 可能就吃還是這樣 數著吃 我小時候都是這樣吃的 但我就很怕 一不小心硬力過門 然後這個戳到喉嚨裡面去 然後我就死掉了 但是我覺得這個 這樣吃的話 很多時候不是這樣 你看我現在這樣就懸空 我就怕肉會掉掉 你就不知道 不能一整口下去 吃 那個軟骨要吃來聲音有點 動聽 就算是嗎 我會打算 要不要再吃 一點點 就算是 我也要吃 所以 我會把牛肉 放在這個時候 就算是 那邊 我會打算 我看蛋糕裡面還有是我,嗯,嗯,是我鬥子眼的 吃了,嗯,應該不鬥子眼吧 就是,有時候其實鏡頭有點不好折,感覺有點鬥子眼,然後我的那個美瞳直徵又比較大 有時候就眼睛看起來很無神啊 還是少帶一點,但是就是忍不住要帶 把這個先吃,要把這個冷掉了 其實錄播的話,我感覺其實挺無聊的 感覺每次跟自己說話 還有就只有那個空調的聲音還有我的聲音 那個空調的聲音 但是我以為這個問題很一下再吃 吃这个鸡肉卷 然后今天 我就说换了一个地方卤 因为我看之前的那一期 好像感觉 那个色调黄黄的 就感觉那些面包也看起来 难吃 就是看起来没有那么好吃 然后我就现在 在自己房间的那个窗边卤 它只有这里好多酱 这个番茄酱太多了 酱太多了我觉得 为什么鸡肉卷里面酱都那么多 我觉得肯德兹里面那个老北京 鸡肉卷里面酱也很多 太多了 然后华来市他们家是不是都不放蔬菜的呀 又是那个鸡和那个酱 哎呦终于看到一点点沙拉酱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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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吃 这样太多了 吃到最后我感觉有点恶心 吃到最后的一口 吃得瓶 吃得这么多 吃得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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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叫太牛肝 比较好 口味 太好吃了 口味 它就嚼成了 有辣椒 芝麻 酱味 我看评论里面还有很多说 就是让我吃多少白多少 其实我自己回去看之前的视频 我不是吃不完的我都把它放到下面去了 自己感觉有点猥琐 然后把那么多做分面的话 感觉也是欺骗大家一样 又没吃完 我以后尽力而为吧 不过有时候是真的不是说吃不下 是真的有点吃腻了 有点吃到恶心了 说实话 不要打我 哦 还有一些弹幕里面说 说我像有些明星什么的 然后我就想说那个 那些什么粉丝 不要吵起来 觉得不像的话不要吵起来 更不要来骂我 我很无辜的 说你会有点吃 就会吃不下 我会吃不下 就会吃不下 那个粉丝 有点吃不下 我会吃不下 那么就会吃不下 那么就会吃不下 就会吃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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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会不会有光太强呀 我感觉好像这边看过去一片雪白 它还记得好大 它肉真的很嫩 我给大家看一下 但是我还是喜欢那种小一点的 想念学校里的鸡料 我觉得它是有点没有味道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给大家一些东西 如果大家可以加这个鸡蛋 就是这样的 我对大家可以跟你讲 给大家看一下 上次我本来不是发那个视频姐姐里面说那样说可能不录了 然后大家都过来安慰我真的超级感动 然后这边谢谢大家真的 我就没有想过那么多人会来支持我 上期大家很多都说听不清楚我在说什么 然后我又加速又加了背景音乐 因为我觉得时间比较长嘛 像现在也录了20分钟左右了 我平时看别人的吃播的话 我都看5分钟我就直接跳 就是拉到下面去 所以我就觉得因为我是这样子嘛 这应该是蹄子吧 我觉得这葡萄蹄子就是放在冰箱里面最好 就感觉拿出来就会甜很多真的 吃完了 吃完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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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